現在的時間大概是早上了7點50吧 今天早上決定早起先跑步一下 蠻冷的,個位數的溫度 所以現在講話嘴巴不太能控制 風景真的蠻漂亮的 但就是天氣冷了點 剛結束早上跑步的訓練 那幸運今天又這麼早起 就是把步跑完了 那今天早上的課程是自行車的教學 就跟昨天一樣要安排教案和視角 然後下午會做開放水域和游泳的一些練習 風景蠻漂亮的 快開門 進來就不會那麼冷 剛剛看一下溫度其實只有6度 所以早上天還沒亮應該更冷 單車的教學 但是我們從台灣來其實我們沒有帶車 因為我們很怕搭飛機會撞壞或者是delay 所以我們要跟他們國家隊借車 現在要去選車 左沙和右沙一步到位 形成一個制度 那麼急停車 這種呢在比賽當中 OK very good very good 累了 嘿嘿嘿嘿 我現在很興奮 因為我們今天的課程比較早結束 要讓我們準備一些課程 但其實我準備好了 所以我現在要去游泳 賺到一餐 早安 又完成一天早上的跑步訓練了 今天感覺更冷 因為霧很濃 然後 剛才跑到階梯這邊發現 階梯都結了一層類似霜的東西 嗚 我猜這邊半夜的溫度 應該都 有零度了 越來越冷 手指超冷 再看一下 風景還是很漂亮 今天是課程最後一天 我們有最後一個試教 昨天已經做過游泳的示範教學 那 呃 等於是我們已經把 三項的課程都 run過一次了 那今天是最後 就是算考試 包含 市教和面試 市教當然就是看看你在這幾天 有沒有辦法把 呃 原本忽略掉的 重新再組織起來 還有課程的流暢性 面試的部分 稍微看了一下 應該是會詢問有關於 呃 未來 就是作為教練 未來想要怎麼樣發展 呃 先 填寫一下自己長遠的目標 那麼 希望順利結業 我們 結束了五天的課程 今天也通過了測驗 教官基本上是說我們都過了 那但是實際上還是要等 最後 ITU發通知 我們現在要飛回台灣 但中間會隔一天 所以 慢慢來 一夜的遮騰 晚上找不到住的地方 不知道找到 好現在時間大概五點半 我們要準備 搭飛機 回台灣 台灣見